全球热点资讯 来看聚焦中美经贸磋商 美财长表示 美中达成协议 同意停打贸易战 德国总理默克尔 即将第11次访华 对中国之行充满了期待 国际油价逼近80美元 能源公司产油国盆满钵满 消费者仅钱贷紧缩 中美经贸磋商 牵动着世界经过数日的磋商 中美双方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达成不打贸易战的共识 并且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将在诸多经贸领域 加强合作 对美国进行访问的 习近平主席特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中方牵头人刘鹤 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美双方将在能源 农产品 医疗 高科技产品 金融等领域 加强贸易合作 同时 双方还将继续加强 相互投资 和深化知识产权 保护领域的合作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20号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 采访时也表示 刚刚结束的美中经贸磋商 取得了很有意义的进展 美中两国已就框架问题 达成协议 同意停打贸易战 双方将继续就经贸问题 保持磋商 近两个月来 中美经贸关系紧张 令全球市场神经紧绷 中美两国都是 全球经济体系中的 重要利益攸关方 双方经贸格局 如何演进 为全球瞩目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 中美贸易额不断攀升 2001年 中美贸易额是804.85亿美元 而到2017年 两国的贸易总量 到了5836.97亿美元 专家指出 如此庞大的双边贸易数字 意味着美中经济 相互依存度高 只有合作才能共赢 在联合声明当中还提到 双方同意有意义的增加 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 美方将派团赴华 讨论具体的事项 那么对此专家就表示 农业能源都是中美目前 经贸互补性比较强的领域 两国之间 接下来的合作将是双赢 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呢 就是说主要呢 我想可能还是要 这个更多的我们采取 这种进口的方式 购买的方式 购买美国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 这个比如说大豆啊 这个玉米啊 当然也是要 就是要根据我们国家的需要 专家表示 我国人均耕地 也就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 人均水资源量也就是28% 必须看到美国农产品 价廉物美牛肉大豆等产品的性价比 在全球都是领先的 而且具有稳定供应能力 对我们来说 增加些美国农产品进口 有利于食品结构的优化 还有利于改善保护耕地 此外在能源方面 受益于科技创新带来的 液炎季革命 美国已迅速从 世界能源最大进口国 变身成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国之一 中国要发展 还需要进口大量能源 而确保能源的多元化供应 对中国来说很重要 你比如说像液化天然气 那么我们现在供应比较紧张 供应比较紧张 那么我们可以 加大对它液化天然气的购买 我是觉得下一步呢 其实中美双方可以 共同推动一些 比如说新技术的研发 比如说像液炎气 就是说这种 在技术领域更大的活着 也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我国的农业资源现状 决定了农产品生产 和很多国家都有着 较强的互补性 像大豆 牛肉 干果等等 很多都是来自美国 等国际市场的优质农产品 那么在提高国内市场 有效供给的同时 也促进了我国相关农产品品质的提升 满足着国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美国的西美 德国的牛奶 在家门口的超市 就能买到花样繁多的进口食品 这让江苏涉阳市民审结感到很方便 咱们现在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嘛 关注国内食品的同时 也会多关注进口食品嘛 因为它的供应比较足 它的选择性也比较多 对咱们老百姓说也是一件好事嘛 我国有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 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 近年来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量 正持续增加 以烘焙专用的强金小麦为例 最近几年国内优质强金小麦产量 在350到450万吨 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对优质卖需求量已经达到600到800万吨 缺口超过40% 必须通过进口优质小麦来弥补 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口增长 再加上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扩大农产品进口 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可以在立足全球化的基础上 扩大进口 优化配置全球资源 实现食品进口多元化布局 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与此同时 随着美国等国际市场 一些高质量的农产品进口到我国 在竞争的压力下 国内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也正深化 相关农产品的品质不断提升 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发布视频讲话说 非常期待即将开始的又一次中国之行 这是默克尔连任德国总理后首次访华 也是他就任总理以来的第11次访华 默克尔将于5月24号至25号 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他表示 德中两国在20国集团三驾马车机制中 进行了密切合作 并就一些共同话题展开了讨论 德国希望与中国一起加强多边主义 本次访华期间 德国将与中国就双边关系 经济形势和贸易等进行对话 默克尔此访目的地还包括深圳 他说深圳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中国经济的开放从这里开始 历次访华期间 他都会去中国的一些省市访问 每次都让他感受到 中国发展的活力和广度 了解到这个国家更多的故事 也给予他与年轻人 以及中国地方政府交流的机会 好 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大选 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 于20号晚间宣布 在超过90%的选票清点完毕之后 马杜罗获得了67.7%的选票 这也就意味着 他赢得了大选胜利 成功连任 在首都加拉加斯 执政党支持率占多数的投票点 20号上午便不断有选民前来投票 此次投票使用电子计票的方式 整个投票过程相对简洁快速 为政府增派了军警力量 在投票现场维持秩序 保证投票活动平稳进行 当天马杜罗也投出了自己的一票 并谴责美国试图干预 委内瑞拉大选的做法 委内瑞拉本应于 今年12月举行总统选举 但为应对美国不断发起的制裁 委内瑞拉各方经反复磋商 最终将选举日期定在5月20号 分析称 马杜罗之所以在大选中长期领先 一方面 马杜罗政府今年以来继续推进经济改革 采取了发行石油币 上调最低工资等措施 进一步赢得民众支持 另一方面 反对派联盟大部分政党放弃参选 这使得他们的选票外流 无法形成合力 分析人士认为 对于即将产生的委内瑞拉政府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振经济 而其中 当务之急是要改变传统的 仅仅依赖于石油产业的 单一经济结构 近年以来供求数据趋于平衡 中东地缘政治事件不断 这也使得油价是不断地被推高 那么其中像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目前已经是接近了80美元的每桶的价位 而在这个价位之上 赢家和输家分别是谁呢 我们来听一听CNBC财经评论员陈倩 在新加坡为我们带来的分析 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营价 那在高油价时代的这个获益者呢 当然就是能源公司 以及石油生产国们 那像是全球最大的海上钻探公司之一 C Drill 那在此前油价低迷的时期呢 是申请了破产保护 那我们看到在最近的一个月以来呢 C Drill公司的股价呢 已经是暴涨了大约110% 那此外呢 油价的推高 使得石油公司们的营收激增 而这同时呢 是提高了股东回报的一个前景 那比如说呢 英国石油公司BP呢 就在5月1号暗示说 公司有可能会在今年稍后 进行多年以来的首次股息增长 这儿呢 继续的这个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那另外呢 比如说沙特阿拉伯等 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啊 也是主要的赢家 那其中呢 油价的回暖 特别是到了目前 接近80美元每桶的价位 已经很大程度上呢 是缩小了沙特的预算 赤子 而对于沙特来说呢 预算赤子占GDP的比例 已经从2016年的12.8% 出现下滑 而沙特表示 在今年的这个比例 将进一步的降至7%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输甲 那当然消费端的这个航空公司 航运业 以及呢 这个消费者啊 都会因为油价的回升 而成为输甲 那首当其冲的 将会是航空公司们 来看一下飞机燃料价格的 一个走势图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 燃料价格是上涨了 大约60% 而光是在今年 就上涨了15% 而燃料成本呢 通常是航空公司 在劳动力成本之后的 第二大开支 占据航空公司 运营费用的三分之一 油价的上涨 挤压了他们的盈利空间 而增加的成本呢 有可能会通过 提高票价的方式 转嫁给消费者 那么在市场方面呢 航空板块在近来呢 是遭到了抛售 比如说美国航空公司的 股价在今年以来 已经是下跌了 16.63% 而公司呢 也同时下调了 2018年的利润预期 而对于市场来说啊 近来继续推高 油价的风险因素呢 是依然存在 那除了伊朗局势 潜在发酵之外 美国有可能会对 委内瑞拉呢 采取新一轮的制裁 而如果美国的炼油厂 被禁止购买 委内瑞拉的原油 那么这是在整体的供求上 也将打压供应 进一步的推高油价 我们也会为您 持续关注 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 古巴坠机事故 根据了解呢 这家世事客机 是古巴航空公司 一架从墨西哥航空公司 租赁的 那么全部的机组人员 也都是来自于 这家航空公司 而根据美联社 等媒体的披露呢 日前有一些飞行员 以及其他相关人士 都相近表示 这家航空公司 此前曾经暴露出 安全隐患 另外呢 事故处理的后续工作 仍然是在进行当中 坠机现场的清理工作 基本完成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起重机呢 正在吊起一件 比较大的飞机残骸 远远地看去呢 这件残骸 应该是发动机的一部分 根据目击者描述 以及对坠机现场的 初步调查 这架波音737客机 于当地时间18号中午 在哈马那 和赛马地国际机场 起飞后不久 飞机右侧发动机 突发故障而失效 随即向右侧严重倾斜 并开始急速下降 飞行员当时尽力避开了 附近的几处民房 和一所学校 失去推力的飞机 最终坠毁在一片农田里 在我身后不远处啊 是一片已经大致 接近清理完成的飞机坠毁区域 那么远远的我们可以看到呢 还有一些小件的飞机残骸 比如说飞机座椅 或者是旅客的行李物品呢 已经被堆放整齐 等待最后被轻运 美联社援引 龟亚纳民航管理部门 负责人的话称 失事客机此前曾 莽返于古巴和龟亚纳之间的航线 但龟亚纳从去年开始 已禁止这架飞机 进入龟亚纳领空 原因是这架客机 被发现存在 行李超载的违规行为 此外 有墨西哥媒体报道称 一名曾经在 这家墨西哥航空公司 工作过的飞行员声称 这家航空公司 存在维护不当的情况 并表示自己曾经历过 发动机失灵等意外状况 目前 涉事的这家墨西哥航空公司 还没有对这些 涉及安全隐患的报道 做出回应 据了解 墨西哥民航局的 两名调查员已抵达哈瓦纳 波音公司也表示 将派出技术人员前往古巴 会同古巴航空局 和古巴航空公司 展开对这起空难的细致调查 本月初 由于气温逐渐的升高 在加拿大西部的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地区 溶雪性洪水 已经是持续多日了 截止到当地时间的20号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已经有4500多人被疏散 加拿大政府已经是派出了 300多名军人前往救灾 近日 在曾经受灾最为严重的 大福克斯地区洪水 已经开始消退 那么大约是有350名居民 陆续地返回他们的住所 天气预报就显示 在未来几天 气温将会继续回升 加速溶雪速度 那么这也会使得地面蒸发加快 而灾区的水位将会逐渐地下降 聚焦公司企业感知经济脉动 这些事情你要知道 紧盯不放 特朗普游说邮政署 对亚马逊双倍收费 韩国LG集团会长 据本贸去世 享年73岁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是连续发布了多条推文 指责亚马逊公司 称其伤害了美国零售商的利益 那么据悉从去年开始 特朗普已经是多次亲自游水 美国邮政署署长梅根布伦南 呼吁将亚马逊和其他公司的包裹 配送费是提高一倍 这一做法或将为亚马逊带来 每年数十亿美元的额外的费用 特朗普认为 是与亚马逊的合作 恶化了美国邮政署的财务状况 并且也一直在寻求机会 对其进行改革 据华盛顿邮报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称 美国邮政署署长梅根布伦南 一直抵制特朗普的这一要求 并在多次谈话中解释说 美国邮政署的收费受合同约束 若要更改 必须先经美国联邦邮政监管委员会的批准 美国邮政署与亚马逊的合同并不对外公开 因为其中含有很多该公司的配送系统细节 一旦公开将被竞争对手利用 有快递行业分析师表示 美国邮政署承担着亚马逊公司 40%的包裹投递量 亚马逊为每一单支付2美元费用 仅为支付给UPS快递或联邦速递的一半 如果将支付给美国邮政署的包裹配送费提高一倍 或将为亚马逊带来每年数十亿美元的额外费用 数据显示 美国邮政署的运输与包裹配送收入 在2017年达到195亿美元 同比上涨了11.8% 然而2017财年的净亏损也达到27亿美元 为连续第11年亏损 在此期间 邮政署不得不向美国联邦融资银行贷款150亿美元 而这也成为被特朗普攻击的焦点之一 就在昨天因病入院的韩国LG集团会长 据本贸去世中年73岁 LG集团的运营究竟会不会受到影响 下一任的掌门人选又究竟会是谁呢 就成为了外界所关注的焦点 韩国经济界分析认为 据本贸的离世不会对LG集团今后的运营造成太大的影响 因为LG集团早已按控股公司的体制运转 目前韩国社会普遍认为 LG集团的经营权将交到据本贸长子 LG电子现任常务董事聚光膜手中 下个月LG集团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会上将决定是否将聚光膜晋升为LG集团董事 受到据本贸会长过世的影响 今天LG集团股价出现小幅下跌 截至韩国当地时间上午11点 集团股价跌幅达到了0.45% 集团旗下11家上市公司中 8家公司的股价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LG集团是韩国第四大企业集团 去年的销售额达到了160万亿韩元 折合人民币9500亿元 全球雇员总数超过了22万人 LG集团旗下有电子 化学 电信和服务 三大主要业务领域 其中LG电子是生产平板电视 空调和洗衣机的全球龙头企业之一 特别是在大尺寸液晶面板市场上的占有率 位居世界第一 投资消费 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韩国单人和双职工家庭是高达七成 实用便利就成为了家具家电消费的新趋势 英国弹性素食者增多 超市响应市场需求 积极背货 素肉 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最新的数据 目前单人和双职工家庭 在韩国家庭的总数当中是占比高达七成 那么已经成为了韩国最普遍的家庭类型 这部分家庭对于实用和便利的追求 也是给韩国家具家电市场的消费趋势 带来了新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一台很受欢迎的义务护理机 只要把衣服挂进去按下操作键 不到一个小时就凭整衣服的折皱 还能去除细菌和各种异味 这样护理机的售价折合人民币大V9000元 虽然价格并不便宜 但仍然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数据显示 虽然韩国的生活家电市场总体上增长缓慢 但衣物护理机 干衣机等能减轻家务负担的产品 销售情况却十分亮眼 据韩国一家大型家电卖场的数据 去年此类产品的销量同比猛增了14倍多 另外 在韩国的家具市场上 价格亲民的多功能家具增长了两到三成 在这家大型家具卖场里 注重空间利用的多功能产品占到了三成多 比如这款多功能抽屉柜 第一层抽屉拉开后是一个梳妆台 不仅有镜子 还对空间进行了分隔 方便收纳化妆品等 类似的产品还有储物床 隐藏式餐桌 沙发床等等 种类多达近百种 为了迎合这种消费趋势 最近韩国家具和家电企业 加强了对相关产品的研发 数据显示 去年针对单人和双职工家庭的 家具设计专利数量同比增长了六倍 家电设计专利也增长了四倍 今年1月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就宣布 将在25年内淘汰 所有的可避免的塑料废弃物 那么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 就是在所有的零售业小商户当中 来推广塑料袋收费 推动全社会大幅的减少 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 那么这项措施在颁布之后 有数十家公司表示将参与其中 数十年来 塑料一直是产品包装的主要来源 但大部分塑料在被扔进垃圾桶之前 仅仅使用了一次 近日英国废弃物及资源行动计划组织成立 成员超过50家 其中包括可口可乐 雀巢 乐购 和英国连锁超市森保利等大型公司 旨在在2025年淘汰不必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 比如吸管和外带咖啡杯 并确保所有的塑料包装 可以重复使用 回收或降解 目前英国政府正在投资支持 生物塑料研究 推动开发以植物为原料的可降解塑料 原料可以是玉米 马铃薯淀粉或者是树木 据了解 全球可降解生物塑料工业仍处于初级阶段 每年仅生产大约10万吨 相比之下 原油原料的塑料每年的产量约为3亿吨 根据英国卫报网站的消息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 有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决定少吃肉 多吃蔬菜 成为弹性素食者 英国有不少超市也是在积极的备货 加大对素肉等人造肉的储备 素肉是什么呢 素肉就是一种具有类似于肉的风味和组织口感的素食 那么通常它是以植物蛋白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 数据显示 英国近年来弹性素食者猛增 目前有超过2200万弹性素食主义者 就是指大部分时间吃素食 偶尔为补充蛋白质而摄入一些肉类的素食者 21号 全球三大零售企业之一特意购表示 与去年相比 今年选购无肉食品的顾客增长了70% 同时 肉类替代制品销量增长了30% 并表示将加大对素肉的储备 素肉不仅在烹饪中呈现出的颜色 看起来与真正的肉无异 而且口感也十分相似 英国其他超市也开始储存人造肉制品 改进素食选择的口味和质地 不少参饮业者看准商机 推出各式各样美味健康的素食佳肴 我们都知道英国伦敦西区和美国纽约的百老汇一样 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戏剧中心 但是就在近日 欧盟委员会正在拟定新法规 要求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各国剧员 都必须用LED灯来替换整个照明系统 以提升节能效率 那么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改变 究竟会如何影响戏剧行业 我们来看一看 从小型的社区舞台到伦敦著名的西区 英国大约拥有一千三百家剧院 他们中的很多家剧院 可能会受到这次欧盟节能照明新尝试的影响 尽管这份正在拟定的新法规 允许场馆使用旧灯泡 直到他们破碎或需要更换 但将为灯具制定更严格的最低效率目标 这意味着从2020年9月起 现如今使用的大多数灯泡 将不能在欧盟共同市场出售 而且替换它们将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预计最初的前期成本将超过2.5亿美元 几乎是政府每年给剧院组织提供资金的两倍 据了解新法规将在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前生效 所以英国的剧院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国际财经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 最近在美国纽约快闪式博物馆就逐渐地流行 所谓的快闪式博物馆是指 主题博物馆以短暂的形式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或是几天或是几个月 那这种模式是很受年轻人的欢迎的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路透社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纽约的一家带人做梦的快闪博物馆 这家名为梦幻机器的快闪式博物馆 一共有十个体验空间 每个空间都会有不同的方式 呈现各种奇幻的梦境 云朵屋 泡泡烟舞厅 棉花糖洗衣房 海洋球泳池 还有隐藏的无限镜子屋 创办人表示他们希望创造出一种 让人暂时脱离现实的情境 梦幻机器的门票并不便宜 售价38美元 约240元人民币 但从4月份开业至今 每个周末的票都会卖光 梦幻机器是最近纽约众多快闪式博物馆之一 这类体验以社交媒体为视觉媒介 主要吸引迁徙一代的年轻游客 冰淇淋博物馆 2016年首次在纽约开幕时 门票就在美国各地脱销 鸡蛋屋博物馆和自拍博物馆 也是相当火爆 五公里疯狂障碍跑简称是疯狂五公里 它是一项大型的户外冲冠运动 由于极强的趣味性和参与性 在美国是大受欢迎 如今巴西人也积极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 我们来看看现场究竟有多疯狂 当地时间20号 距离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 近两小时车程的坎皮纳斯 迎来了今年的疯狂五公里障碍跑 现场参与者热情高涨 丝毫不畏惧当天骤降的温度 参与者在摸爬滚打中突破关卡 充分体验释放自我的乐趣 相对于独立参加竞技性体育项目 疯狂五公里 尤其是和家人带着小孩一起挑战 现场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参加 相信有很多人都曾经思考过地球之外 是否有与地球类似的星球 上面究竟有没有生命的存在 这样的问题 由欧洲太空局建造的一架 新太空望远镜正在进行最后的组装 那么计划在年内发射 也许它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马上科学家们就可以以更高的精度 一睹太阳系外数百颗已知行星的样貌 欧洲太空局花费数年时间建造的望远镜 基奥普斯 现在正在马德里进行最后的组装测试 基奥普斯是描述太阳系外行星的卫星的缩写 根据欧洲太空局官网介绍 基奥普斯的首要目标 是描述系外行星的特征 这也有助于探究行星形成和生命出现的条件 我们想知道这些星球是造成的 我们想知道它们是热的 我们想知道它们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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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知道它们的水 然后以后是生命 当行星从母恒星前方穿过时 恒星的视觉光度会略有下降 而基奥普斯望远镜 可以以极高的精度测量这一变化 得到这颗行星的半径 以及许多其他信息 当你有数量和纠量 你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为你能够得到 我们叫做最终的重量 然后你能够得到很多关系 提讨的是一颗星球的形状 例如你能够立刻告诉你 例如它能够告诉你 如果是一个星球的颜色 或是是一颗星球的颜色 基奥普斯望远镜的最终检查 将在十月进行 预计年内发射 计划工作时间为3.5年 欧洲太空局的专家 目前正在挑选一些 最适合研究的行星 此外基奥普斯望远镜 还将有20%时间对外开放 使用权将通过竞争性的科学审查来分配 据法新社消息 当地时间的19号 俄罗斯在北极圈内城市 摩尔曼斯克的港口举行仪式 向媒体展示全球首座浮动核电站 罗蒙诺索夫院时号 罗蒙诺索夫院时号 全长144米 宽30米 船上拥有两座发电量35兆瓦的核子反应炉 将在摩尔曼斯克装载核燃料 于2019年夏季前往俄东北部的佩伟克港口 距北极圈以北有350公里远 据俄罗斯官方说 罗蒙诺索夫院时号 能供应20万人的城镇用电量 这数字远超过俄罗斯最北端城镇 佩伟克的居民人数5000人 据官方说 该发电站将为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的居民 供电供暖 并减少5万吨废气排放 但佩伟克距离海上石油钻井相近 媒体预见 浮动式核电站可能为钻探开采石油服务 该浮动式核电站也可能取代 当地已存的核电站和常规发电站 对于海上核电站的安全问题 许多环保组织和周边国家表示担忧 他们认为 这艘浮动式核电站是漂浮的切尔诺贝利 一旦发生核泄漏事故 对北冰洋脆弱的生态环境 将造成毁灭性打击 俄罗斯政府有关人士表示 这座核电站使用的反应堆 来自俄罗斯大型核动力破冰船的反应堆改进行 这些核动力破冰船已经正常使用数十年 因此 罗蒙诺索夫院士号核电站是安全的 它的工作寿命在40年左右 未来 俄罗斯计划建造六座与其同样规格的海上核电站 用于满足俄罗斯远东地区沿海城市 工业设施的用点需求 好的 节目的最后呢 让我们一起到德国来看一看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 关注国际财经报道 请扫描在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感谢您的收看 张晏在北京 祝您一天好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